有一個老師就開玩笑就說 這個一群綿羊能不能交出獅子出來 bring students to the world or bring the world to the students 時間不是金錢 時間是鑽石 鑽石變小鑽石的時候就沒有價值 如果你念博士 你不只是問那張博士學會那張證書的話 那我覺得這當然就會跟著不同的領域產業的心酸 你有可能有時候是值錢有時候不值錢 可是如果你在看的時候 把博士把研究所當作是一種能力的培養 我今天念博士 我是為了要訓練我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 我今天念博士是我希望我能夠多個四年的時間 五年的時間我可以自己去Define 自己去決定我自己要學什麼 然後我自己可以去學各式各樣我喜歡的東西 然後變得很豐富的人 什麼時候你在職場工作的時候 是有可能讓你說 我有四五年的時間我想學什麼就學走 你平常上班下班回家就累得像狗一樣 你什麼事情都不想做 你怎麼可能再去花時間說 哇真的好有趣我去學個畫畫 這東西音樂還有意思我就覺得不可能 到大學畢業的時候都還只是覺得說這是我的一個認真的興趣 像一個證明一個紀念 如果大學的時候就知道說好 我的音樂是可以這種音樂是大家會受到肯定的話 那可能我就 好不好我就一兩句人不念 我就說 台灣很多學生從小到大 國小 國中 高中 乃至於大一大二的必修課 都是任人百步 他從小到大很多的決定都是大人 老師 家長幫他做的 而且都是人家幫他做最好的決定 最好的這三個字就把自己卡死了 就變得很焦慮 因為他就說 不然你是選這一組十年後比較有前途 還是選這一組十年後比較有前途 業界這麼多大老闆 比如像郭董或是很多的這些大老闆們 他們在看五年 十年之後的 不要講五年 十年 你三年後的景氣 大家都很容易都不見得猜得準 你要問說十年後哪一個領域會比較吃香 誰能回答你這個問題 所以我常跟他們講一件事情 我說人生不是函數 沒有辦法微分取機子 常常一天就會被很多通稿或是活動 有一些一塊一塊 那我就想說好 我明天哪幾號是有表演 幾號有表演這樣 所以變成有時候思維就說 那天就是這個字了 雖然這些是小塊 就是你要把它確定一下 確定就是像小確信一樣 就是一個很小段 就是確定你可以做事的世界 不同的人對於博士 其實有不同的讀法 那我希望自己可以變成一個更豐富的人 所以我就把可能我大概六七成的時間 是用在這個學術的事情上面 但是其他三四成的時間我就 三成的時間我就是投資在 我自己覺得什麼東西沒碰過 如果沒玩過就去試試看 然後就讓自己增加了很多的 我覺得雜學 那 那時候我一個學長他很喜歡玩音響 改喇叭改什麼的 那我就跟著他亂搞一頭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也去接觸攝影這些事情 其實念博士 很多人覺得念博士好像是很恐怖的 事實上念博士那四五年是我這輩子過得最快的一段時間 之前也有跟李林珊 我指導教授有老師 李林珊老師討論過 那 我有具體的講出一些 我想要怎麼樣做我接下來的音樂 然後用到實驗室怎麼樣的技術 然後他就說 就是只有你可以做這件事情 然後他覺得還蠻有趣的 跟著說 有趣的 你的 你